中華這個無敗的女母三年前用俗家 非法共娶四個一歲到四歲幼稚 但是想跟男朋友作為來哭讀這些小孩 中華地方歡迎才把這個女母拍行一年十一五歲 拍她的男朋友兩年六五歲 拍這麼年輕是讓當時幫忙還加到出面控訴的 正義高許意很不滿 說比拍人拍得比較近 她的腳踏讓燒到鑽起來還有很多空氣 散到白燕的時候都已經發黑暴人 醫生檢查後發見舒服的地方也有上 這些空氣都是讓女母跟她的男朋友結胎造成 當中有四個小孩受害 最小孩的只有一歲 一個四歲的女兒手讓所有的百分之一 一個兩歲的女兒腳這麼痛也有黑痴 接受托育的保母分別被處四個月 兩個月以及一年五個月有期徒刑 一心拍年末一年十一九歲 男朋友兩年六九歲 當時協助家庭的政議人數七億 真不滿 判決出來都比這些傷害的打人的還要再起 那真正拍太近 律師的看法沒什麼一樣 是否坦誠犯刑以及是否和解來做充分的評價 而且法官為了避免法清情狀 已經踩責較重的傷害罪來做處理 歡迎雙方較是合格的條件也都已經結評 不過是怎麼讓女朋友拍得比較重 原因是因為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聲音 不過這個案還可以上訴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